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 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與圖書館製作的節目 為生命護寒 節目中亦都會讓大家認識 在危急關頭,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應該怎樣處理? 危急關頭?生命有威脅? 即是沒有呼吸,沒有脈搏? 我未見過,我只是聽都覺得很害怕 又不知怎算好? 那又不用怕 只要平時看多些圖書 吸收多些有關甲斗的知識 遇到危急關頭時,還要鎮定處理 這樣才可以化險為疑 沒錯,所以平時要居安施危很重要 不如又考考大家 由於人體腦部需要氧氣維持生命 如果腦部缺分氧氣超過幾多分鐘 老細胞就會導致永久性損傷 20分鐘?10分鐘? 我真的不知道 彤彤,那你就要看多些書 又或者再給大家看看 面對以下緊急情況,又應該怎樣處理呢? 好啦,那我們一齊去片 好耶,去片 去片 方醫生 如果遇到最片中的情況 發現有人落下 那又應該怎麼辦? 當然 同學見到一些突然發生的事 一定很害怕 但是 如果我冷靜 即時處理的話 可能會令情況更加惡化 對生命會有更大的傷害 因為我們的腦部超過4分鐘沒有氧氣供應 就會破壞我們腦細胞的功能 所以 急救的時間非常重要 如果發現傷者沒有呼吸 沒有脈搏 就更加要盡快施行CPR心肺復甦法 方醫生 我們未學過CPR心肺復甦法 又可不可以幫生命者做CPR? 嗯 暫時同學未受過訓練 就不要做了 因為不適當施行CPR心肺復甦法 只會令傷者的情況這麼嚴重 不過 同學都可以時刻向身邊的大人求助 而平時亦都要提高警覺 多留意身邊的同學 家人 甚至老人家 如果見到他們不舒服 就要盡快通知大人 千萬不要吊耳輕心 又或者自己覺得不舒服 千萬不要睡醒 以為一個人坐下 休息一會就沒事 正如方醫生所說 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當情況未惡快的時候 就要盡快找人求助 啊 周同學 你也挺聰明的 當然啦 正如老師所說 看多點 吃多點 個人也會聰明的 啊 啊 prosecutor 我告訴人 他們中人民的 Enjoy! 車館